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身任内就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都被自己极力反对 警队面对政治干预其实它是一个老问题 过去到现在它都一直存在 我认为大家无需特别紧张 或者把它看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虽然它的确是值得我们关注 但是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不是纵容或者是同意警队内所出现的政治干预 而是要表达这是一个经常出现 也是无法避免的情况 关键在于警队内有没有一个机制 一个mechanism或者是一个系统 能够把这些政治势力政治干预挡在门外 不让政治势力入侵警队 这个才是我们要关注 以及要建立的这个机制 这是关键 我们需要关注以及寻找解决方案 那么为什么我说警队 免不了会出现政治干预呢 其实理由是非常简单 就只有两个 第一呢 就是政治委任 全国警察总长IGB 任何的IGB都是政治委任 而这种情况呢 就像总检察长AG一样 都是政治委任 总检察长是首相推荐 然后元首委任 IGB呢 是内政部或者是政府推荐 然后元首委任 IGB的上司 他的老板呢 就是内政部长 而内政部长呢 是政治领袖 历任的内政部长呢 都是政党内重要 重量级的领袖 比如说现在的内长 Hamza Zainuddin 他是土团党兼国盟的总秘书 前这个内政部长 就是现在的首相 穆尤丁 当时他是土团党的主席 而且前副首相 Zahi Hamidi 担任过内政部长 Hishamuddin也担任过内政部长 更早之前呢 是由首相来兼任 内政部长的这个职位 就包括了 马哈迪 还有Abdullah 这些东西都说明了 内长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权力很大 很有影响力的职位 是very powerful 所以内长跟IGB的关系 它必须要量好 否则的话呢 这个警队就没有办法 很好的运作 而严重的话呢 就会出现像 Abdulhamid跟Hamza 这种公开撕破脸的情况了 那志峰第二个理由又是什么呢 政治事务 同样跟政治有关 虽然警队的职责 是负责国内的安全 还有公共秩序 但警队难免会被 卷入政党政治当中 特别是当政党 出现人事上的 这个斗争竞争的时候 比如说 一堆的这个政客 当他出现政治课题的时候 他们就排队 然后前往警局报案 这些都是警察 他必须要处理的事情 事情哪怕一些报案 明显就是在浪费警力 对于某一些政棍 就是要利用警察 来达到他的私人目的 那么 基于这两个理由 就是第一政治委员 第二政治事务 所以IGB 他在管理警队的 日常运作的时候 肯定有不少的政治领袖 大大小小的政治领袖 都会向他提出一些要求 这个要求 那个请求 那么一些政治领袖 可能会绕过正常的程序 破坏规则 走捷径的方式 而关键在于 IGB 如何去处理跟回应 他顶得住这些压力吗 关于这点 直接再谈 回到穆沙哈山身上 他接受马来报章 哈里安 反问时就举例说 在他的时代 出现政治干预 有人因为大马海事局的成立 要解散水警队 还意图将 数毒 执法权力 移交到国家反毒机构 但这些都被他 一意反抗和拒绝了 不过令他感到非常遗憾的 就是他为了调查 和打击洗黑钱的活动 而成立的反恐部门 在他退休之后 就被解散了 那巡奇 政治势力干预到警队 在多严重的程度的时候 他就透露 政治人物进行干预 通常会和警方 所执行的任务有关 当中可能就包括了 取消罚单 释放被捕的友人 甚至在未知会 部门主任的情况下 向警员下达指示 好 我来谈一谈 IGP面对的政治干预 或者是政治领袖 会试图影响警队的运作 这是一个常见的情况 我们也不要太过天真 太过单纯的认为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天使有光圈的 而所有的执法者都是包工 那么其实这种政治介入是无所不在的 重点是警队内有没有那一套机制 或者现在所流行的 sob标准作业程序通过sob来化解 这些不懂从哪里跑出来的施压 或者是政治要求 如果警队内缺乏这一套机制 那么就只能靠 IGP他个人的性格 以及他的处理方式了 如果IGP够硬的话 他就可以顶得住这些压力 但有多少IGP像Abduhamid那样可以跟他上司对着干唱反调的呢 他应该是过去历任12名IGP当中唯一一名敢公开跟他的老板上司唱反调的这个IGP 他需要勇气 而更深一层的意义呢 就是或许他已经尝试了各种不同的这个方式 阻止内长Hamza Zainuddin的政治介入 包括告状到首相Muhid那边 就才公开表示自己的这个无奈 而显然的呢 警队内缺乏这一套的这个机制和制度 去处理政治势力的干预 那么如果体制内有这套系统的话 相信Abduhamid会寻求内部的管道来解决 毕竟公开这些问题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如果部长或者是其他政治人物利用警方或者是警队内的部门 比如经常提到的政治部来谋取私利的话 这都是违法的行为 不过这一些部门的总监是否知道这些事情在他眼皮底下发生呢 如果他们没有阻止的话 那么IGP他肯定是不知道 或者是IGP也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些东西 而简单来说 警队一直都有政治干预 只不过Abduhamid把这一些不能说的秘密公开了 向民众揭开这个窗吧 如今政府特别是内政部 必须要努力修复警队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而民众对警方的信心原本就不是很高 如今再加上这个政治干预的帽子 内心就会认为说警方不能够秉公处理 就是因为政治干预 所以接下来警队会面对更多与负面印象感官 perception的挑战了 下一段回来忙关注其他的新闻 焦点新闻 请你持续的留守在主编点新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这一段让我们来关注一则中文报没有报道 相信其他语文报道呢 也没有留意的新闻哦 不过呢 志凤觉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寻找跟整理资料 跟大家分享并提出一些看法 那这一则新闻其实就是呢 几天前一名来自极右的沐西林组织的女领袖 在自己的脸书揭发呢 国内有两家著名的书店 在他们的实体店还有网站 出售他认为宣扬同志文化的英文书 结果呢 一名网民呢 就以他的贴文 在相关书店的脸书专业提出了质问 那不久之后呢 书店的脸书管理员承认 他们有售卖这一本书 在听取投诉之后呢 已经马上在各书店的分行 下架了这一本书 那么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觉得说 好像有一点不妥 出现什么问题之类的东西 第一 这名极右的沐西林组织的女领袖 似乎有一点问题 但又说不出具体她所面对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第二 网友就根据这一名女领袖的观点 和意见 然后跑去质问这个书店 为什么你们卖这些书 这是在制造舆论压力 尝试以网络的力量 迫使书店就范 撤下这一本书 第三 为何书店要把这一本书给撤下 或者是这一些书机给撤下呢 如果这些书都获得内政部批准的话 为何其他人要对这一些书本 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呢 这名女领袖呢 其实不是一般的人 而是博士级的人物 她是在大马伊斯兰理科大学 USIM的医学和健康科学学院担任副教授 同时呢 她也在担任一些立场右倾的穆斯林组织领导 由于她做出所谓的揭露 迫使这个Kinokunia还有MPA书店呢 撤下这一些她认为不适合的书籍 那她在脸书就写到啊 虽然无法百分之百 阻止这些书籍呢 进入大马 因为某些独立书店呢 会引入这些书本 不过呢 她认为这些书籍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 因此呢 她是有责任表达自己的不满 她也不在乎别人瞧不起她的做法 接着她就从穆斯林的角度 引进据点强化自己的理据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健康 甚至是危险的发展趋势 只要几位右翼人士不满 某一些观点或者立场的话 他们就可以失智开关引号执法 然后剥夺其他人的出版自由 拿掉书店卖书的这个权利 以及读者选择不同读物 不同观点的自由 对这些右翼人士而言 他们会觉得说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 我也有这个自由 表达我不认同这本书的这个看法 那么不可以吗 吹吗 甚至在这些书店的面子书留言抗议 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也是我的自由 OK 没错 大家都有这个言论自由 不管你是左的 你是右的 你是中间的 你是上面的 下面的 都无所谓 但是这些右翼人士非常聪明 他们懂得利用社交媒体 制造网络上的这个压力 迫使某方妥协 让步 这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个不健康的现象跟发展趋势 那么接下来就是 为何这一些书店会轻易听取 或者是听一项这些一两位人士的这个网上的投诉 他们就妥协了呢 那么还有就是脸书为何会纵容这一些极右人士所谓的揭发 这里揭发一点 那边揭发一点 那么其实为了保障大多数人的这个自由 我们不能够纵容这一些人士不断的散播这一些 自己的立场当作是经典 当作是一个绝对对的东西 那我还记得我刚才就问志峰 其实今天被下架的是有关同性恋的书籍 那这一群LGBT成为被针对的对象 那接下来还有谁可能也会是中招的对象呢 那志峰我们应该如何的去了解所谓的不健康的这个现象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社会现象 那么根据研究穆斯林社会思潮的政治学者邱伟荣 他就指出说这几年来国内的极右 而这些极右是比巫统一党更右的团体和个人势力开始抬头 而背后是有很多的原因 这些极右人士他们的仇恨对象包括了非马来人 非穆斯林性别少数群体和外籍人士 尽管他们都是穆斯林 那么他提出了自己的四个观察 第一呢他认为这是全球趋势 世界各地右倾的民粹 还有筹外排外的势力日渐的壮大 那么有人就归咎于这是新自由主义政策 横行导致的贫富不均贫富横沟扩大所导致 那么就让一些人归咎于社交媒体提供了右翼分子宣传的管道 那第二呢就是极右派的崛起跟巫统的衰弱呢 是有一定的关联 但捍卫马来人利益的巫统呢 不再是主导政党和无法有效的扮演守护马来人利益的角色呢 具有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纷纷崛起起来竞相捍卫马来人利益 那第三呢 马来都市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他们的不安 有些新兴中产阶级跟经商人士担心 他们的社会向上流动 可能会遇到瓶颈 甚至可能会向下移动 他们一方面认为说 华人主导了中小型企业和清真生意 另外一方面呢 也认为外籍人士包括了 刚才我们说的也有穆斯林 抢了他们的饭碗 而第四呢 就是都市化和现代化的挑战 让一些马来人更寄望通过宗教来得到慰藉 或者是寻找解决方案 当有越来越多马来人高调的捍卫同志平权 或者是加入反保守的这一个宗教团体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些的马来人面对恐慌 所以他们内心不安就高举捍卫伊斯兰的旗帜 而这些右翼人士的背景其实是相当多元化的 并不是我们刻板印象所认为的 他们就是那一些来自乡下 甘榜然后读书不多 其实不是 他们这一些人士呢 有相当大部分是大学的讲师 专业人士 宗教师 律师 医生等等 包括经营小生意 也有其他中下阶层的人士 而目前的这种政治不稳定 经济不安 还有社会的不确定性 再加上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 就提供了这些 右翼人士跟个人继续膨胀 他们势力的这个条件 那么要如何去遏止 这一个势力的发展 跟它的这个扩充呢 是当下我们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下一段回来我们关注其他的新闻焦点 请你持续的留守在CD Plus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 全国警察总长阿克里尼沙尼 就表示说警队在近两个月 遭受到各种子虚乌有的指控 因此形象被破坏 而自己上任的首要任务 就是提升警队连结 进而拉近与民众的关系 刚在三天前上任的他呢 接受媒体访问时就指出啊 有关针对警队的不实指控呢 也打击了警察试剂 还有摧毁了民众对于警方的信任 他就表示为了进一步实现 这个警民同心的理念 自己在任期期间呢 提升警队上下各方面的服务 只要是与民众有所接触的地方呢 包括了警局柜台 甚至是路障 都需要向民众提供最好的服务 好 现在我们的新任的 全国警察总长 他的名字叫阿克里萨尼 那么过去三年 我们一直提到全国警察总长 全国警察总长 他是Abduhamid 现在Abduhamid他已经卸任了 新的叫做阿克里萨尼 所以我们要熟悉他的这个名字 那么过去几个星期 Abduhamid呢 就不断做出各种各样的替报 然后向民众揭露警队内所 面对的各种问题 那么最后的高潮呢 就直接识破他跟他的上司 内政部长 Handa Zainuddin的这个关系 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替报 跟揭露 直接影响到民众对警察的信心 因为他把过去不能说的秘密 说出来了 让大家看到说 原来警队内部 有出现这种问题 而这一些民众的观感 民众的这些印象呢 加深了他们内心 对警队的负面的观感 原本这些感觉都已经不太好了 那么现在有一名全国警察中长 通过他的嘴巴讲出来的话 民众就更加confirm guarantee 警察就是这样的 那么其实他未必是 整个局面的这个情况 他可能是其中的一两个点 但是当这一两个点被放大之后呢 整个警队的形象 他的这个权威 就受到了侵蚀 阿克里沙尼呢 就表示说警队会重新实施 警察会课日的措施 就是说各警区的主任呢 都必须走入各管辖区内的一个社区 聆听民众的心声 那各州跟各警区总部 也会在接下来安排 每周大概两个小时的课程 灌输警员有关法律 和受到瞩目的实施课题 等等方面的一些知识 以提高他们的专业跟敏锐度 他表示呢 除了前线的警员 那其他的警队的后勤人员 包括了好像技术啊 行政啊 维修人员 到退休警察的福利呢 都需要被照顾 他也下令各警区的主任呢 重新检视跟更新区内 退休警察的名单 以方便呢 日后进行联络 此外呢 他也提出一个 我个人认为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市场上出现各种 超现实的警察影片 让民众在某一种程度上 对警队有超乎现实的这个需求 认为说警察一定是刀枪不入 一定是无所不能认为 警察呢 一定是best 他指出 以警察为题材的影片呢 常常都具备夸张 或者戏剧性的这个表现 借此来吸引民众的这个观点 这样拍戏才好看 不过呢 在现实生活中 警察必须要根据现有的法律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SOB标准作业程序 来执行职务 他表示民众认为警方应该无所不能 但实际上警察也只不过是 穿上警队制服的凡人 当人们以影片中的标准 来要求警方的时候 但是最后却发现跟现实 跟这个影片有落差的时候 他们就会失望了 尽管如此呢 阿克里沙尼就表示自己是明白说 大家对于警队的厚望 因此也非常重视大家的看法 他强调本身将独立打造 维护和平连政和为社会服务的警队 并会定时为警员讲解时事课题 以便采取行动时等当机立断 他定下了工作的三大愿警 包括了提升警员的连政度 提升警队服务 传递系统的效率 还有延续政府维护社会福祉的一个努力 当下的警察确实面对很多的挑战 因为现在是新时代还有科技发达的时代 警察所面对的挑战跟以往不同 比如说现在警方在执法的时候 民众会拿着手机来 你现在做我现在就排 所以当民众面 当这些警察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有些时候他们会无所适中 或者是在执法的时候 显得犹豫不决 不过警队面对的 更难处理的是 民众对他们的负面印象 这种perception war 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改善 去纠正重建人民对警队的信心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执风 下星期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